这样的孙悟空你有没有见过 打电话 喝啤酒 现在没事来当自拍 就连进度云也变成了宇宙飞船 原来在几千年前 烈阳星入侵地球 他们自称为天道 企图统治地球 是人为地球的守护神 国国当然不会答应 他点凭一己之力 就把烈阳星人拿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 一位天神及时出现 哈泉队的烈阳星的首领 成功阻止了这场灾难 最终烈阳星人离开了地球 而猴哥也再次守护住了地球 就这样 猴哥默默守护了地球千年 他不仅见证了王朝的兴衰 还见证了地球文明的飞速发展 同时也融入了人类社会 铺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猴哥却十分孤独 他没有一个朋友 只能每天来到师父的墓碑前 和他去取救 就在这天 猴哥收到一条紧急信息 韬掉大军即将入侵地球 人类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 所有地球总部请猴哥帮忙 希望他训练出一批超级战士 以此来抵御外星文明的入侵 有此情况后 猴哥回到了家中 打开了陈锋已久的铠甲 直接开启了战斗形态 没过多久 猴哥就来到了训练营 到了晚上 训练正式开始了 面对熊明年的围攻 猴哥并没有手下留情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七明妹根本不堪一击 几天的实战过去 七明妹学到了很多经验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猴哥是他们的队长时 一位女人突然出现 她是和烈阳星的主神 蒂琳娜 她是地球寝人的外援 也是熊明莱的队长 则是这个消息 猴哥一脸的不屑 毕竟在千年前 她就和烈阳星人结下了大仇 可逐渐的雷娜十分年轻 根本也不知道千年前的事情 是因为高贵的主神 看到猴哥如此不尊重自己 这让雷娜十分生气 于是她决定 给猴哥一个下马威 就在新兵跳下飞机时 雷娜突然抓起猴哥的手 直接纵身一跃 这个女人疯了 竟然想要射又起天大圣 可猴哥却满脸不屑 对于一个猴子来说 她属于连毛都没长齐的那种 雷娜因应为傲的美人计 就在猴哥这里连续吃憋 这样雷娜非常生气 猴哥非常讨厌猎羊星人 她根本不相信雷娜 会毫无目的地帮助地球 就在猴哥准备离开时 雷娜却叫住了她 到了晚上 猴哥越想又不对劲 于是驾着金斗云 独自地飞扬了猎羊主星 准备搞清楚 他们的目的 可刚到南天门 就被守约拦住了 猴哥本不想动手 那也和对方咄咄逼人 无乱之下 猴哥只好解决了他们 来到天厅主殿后 猴哥遇到了二郎神 从人见面 分外眼红 猴子 上死 猴哥 不停止了战斗 她走上前质问攀针 雷娜来到地球 究竟有什么目的 你们地球面临 明和星系 滔铁的入侵 雷娜出于一片善意 去帮助你们地球 放 果真如此 果真如此 就在这时 雷娜也回到了猎羊星 最近好心帮助地球 却还被猴哥误解 这让雷娜很生气 她凝聚出一颗火球 直接回上了猴哥 火锅彻底怒了 他释放出加大的法力 准备灭掉整个猎羊星 可就在这时 地球传来了消息 换的大军尽量进入地球 得知这个消息后 火锅立马赶回了地球 当她回到地球时 正好赶上了 滔铁的入侵 而是因为 凶温联队长的雷娜 此时也赶了过来 面对滔铁大军的攻击 所有人都在奋力抵抗 而人类的科技 在这些外星文明面前 就显得不堪一击 此时的外星飞船 开始肆意攻击着建筑物 想要彻底碎毁人类的文明 希望雷娜即使出手 用盾牌挡住了激光炮 看到城市被摧毁 火锅彻底愤怒了 直接施展分身术 彻底碎毁了滔铁飞船 就这样 外星文明的入侵 轻松地被他们解决了 可越是这样 猴哥越觉得不对劲 她依旧不相信雷娜 觉得她帮助地球 肯定有其他目的 看到猴哥还在怀疑自己 这让雷娜非常生气 她也懒得再解释了 决定用武力征服猴哥 雷娜先发制人 直接朝猴哥发射了火球 猴哥几个跳跃 轻松闪过 雷娜趁机蓄力 这次的火球非比寻常 拥有几乎太阳的温度 而雷娜的行为 确定激怒了猴哥 拥有三头六臂的孙悟空 到底有多强 即使二郎神在她面前 也犹如蝼蚁一般 被打到猴哥还手之力 就在刚刚 雷娜准备用武力征服猴哥 可她那点法力 更平扇不上猴哥一根毫毛 直接猴哥施展出分身术 瞬间把雷娜 打到猴哥还手之力 雷娜恼羞成怒 释放出了连环火球 猴哥健壮 吹出一口强大气流 直接把火球反弹了回去 看到这一幕 雷娜开始慌忙躲避 结果下一秒 却撞到了广告牌上 但身为雷娜星的主神 怎么可能就这点实力 一招聚变冲击波 直接把猴哥冲飞出去 此时的猴哥 再也不敢小瞧雷娜了 他直接施展定身术 把雷娜给定住了 接着又让全部分身 轮流攻击着雷娜 火球不想再打了 只要雷娜认输 他就松手 可雷娜却不甘心 直接开启了宇宙战争模式 火球健壮 立马用金弓棒 死死勒住了雷娜 雷娜不想反抗 却也抵不住金弓的厉害 最终只能放弃了 欺负我许极能量 力 你呢 欺负老孙毛多 一点就长 两人的这一战 都没有使出全力 不过也看出了 雷娜本性不坏 就在两人闲聊时 二郎神突然出现 直接偷袭了狗哥 看到这一幕 雷娜命令二郎神 立马放了狗哥 什么时候 你可以向我下命令了 你 雷娜不死 我们天堂永远无法涉足地球 原来 除了雷娜之外 立洋星的其他人 都想要入侵地球 虽然雷娜是立洋星的主神 但是真正掌管立洋星的人 其实是攀镇将军 而雷娜帮助地球 也是真心实意的 他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帮助自己 躲回立洋星的掌控权 在听到立洋星 一直没忘记侵略地球时 虎娜彻底爆发了 直接换了出三头六臂 战斗力是一年暴涨万倍 面对这样的狐哥 二郎神根本不是对手 可就在这时 狐哥因伤势过重 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 看着虚恶的狐哥 二郎神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没几时刻 雷娜其实出手了 直接把二郎神 融化在了封印结件 进攻这件事情后 狐哥彻底相信了雷娜 也和他成为了好朋友 我觉得地球交给你 行不行啊 我这是你的朋友 以后帮我 辅正天道 他曾是叱咤三界的齐天大圣 十万天天将 被他打得丢盔气甲 可是如今 却被一个小小妖王 踩在了脚下 曾经的齐天大圣 为何会变得如此弱小 原来在五百年前 他大闹天宫 最终被如来 镇压在五指山下 虽然现在破风而出 但一身的法力 却依旧被封印着 如来老二 俺被你困了五百年 还不够 齐天大圣 这个小和尚 就是救出大圣的人 他叫江流尔 原来在这几百年里 妖魔鬼怪横行人间 江流尔的母亲 为了保护他 跳下了山崖 而江流尔 却大赖不死 被一个老和尚收养 从此 两人相依为命 而江流尔的童年 一直听着 齐天大圣的故事 他常常幻想着 自己也能成为 盖世英雄 赶走那些妖魔 师父让他打坐 念经参禅 可江流尔 却并不感兴趣 江流尔想学好拳脚打山腰 可等待他的 就是当头一把 师父告诫他 出扎之人要普度众生 从小事做起 虽然师父说的 头头是道 可江流尔却不赞同 他想成为齐天大圣 打跑所有的妖怪 不知道你们喜欢 齐天大圣吗 喜欢的扣一 不喜欢的扣二 觉得这时 山腰大举进攻 所够之处 即是一片狼藉 他们的目的 是要抓同男同女 给妖王炼丹 还是孩子的江流尔 居然从山腰手中 救下了一个小女孩 看到山腰紧追不时 江流尔只能拼命逃跑 这也让他和师父走散了 在山腰的追赶下 江流尔荒目择路 跑进了一个山洞里 结果仪表心 解开了如来的封印 放出了齐天大圣 你真的是齐天大圣吗 是又什么呀 江流尔不敢相信 于是在他身后 紧紧的跟着 大圣 大圣 你的金箍棒呢 你这小病人 这些家俩干嘛一路 好厉害 大圣要崩溃了 他想甩掉这个小屁孩 结果却发现 无论跑到哪里 都能被他找到 可就在这时 一阵低洞山摇 看守其他大圣的山神 找了过来 撞着大圣法力被封印 居然开始嘲讽 可神没想到 大圣居然不要面子 直接杀腿开溜了 结果下一秒 山神纵身一跃 直接堵住了大圣的去路 如果是以前 他一个指头就能干掉山神 可现在法力被封 只能不断躲闪 就在这时 大圣发现了山神背后的符咒 只要接下来 就能打败对方 可山神根本不给他机会 危机时刻 江流二决定帮助大圣 他偷偷跑到山神背后 接下了符咒 就这样 江流二救下了大圣 而大圣也决定帮助江流二 送他们回家 可在途中 却遇到一个偷鱼吃的胖和尚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没错 他就是猪八戒 看到自己的鱼被偷吃 江流二上前阻止 常常七天大圣 居然被一头肥猪嘲笑 而且还想教训他 结果下一秒 大圣就让他想起了曾经的记忆 原来在500年前 大圣就是用了这一招 把他打到了凡间 就这样 八戒也跟着他们一起上路 而江流二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传说中的天鹏元帅 居然变成了猪腰 到了晚上 他们看到一家客栈 准备借宿一宿 老板娘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 居然是为了照顾 怀孕三天的男朋友 而就要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只猪腰闯了进来 然后直接跑进厨房 在老板娘怀孕的男友头上 拉了个奥利给 与猪腰一起进来的 还有个背着小女孩的小和尚 和一只猴子 其实 老板娘和她的男友都不是人 而是妖王的手下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偷赌这个小女孩 大声火眼金睛 虽然看出他们都是妖怪 可也没有多说 而是让江流二赶紧睡觉 可此时的猪八戒 却有点饿了 于是想去厨房找点吃的 结果一表心 撞晕了想偷却她的店小二 就在这时 老板娘听到声音 直接开没进来 为了不被发现 八戒只能变成了店小二的样子 可是没想到 这也让她发现 老板娘居然是个妖怪变的 看到对方居然这么恶心 八戒有点受不了 为了不暴露 她转身想走 却被拦了下来 结果下一秒 她再也忍不住 变回了原形 危机时刻 一只脚把她踢飞出去 原来是大圣 可就在这时 又出现一群山腰 他们的目标 就是那个小女孩 被封印法力的大圣 双拳难敌四手 也只能且战且退 他们跑到河边 想撑坐小船离开 可那些妖怪 却紧追不死 虽然大圣法力被封 却依旧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可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妖力袭来 原来是妖王 她抓住了小女孩 并把她手中的齐天大圣玩偶 直接扔进了湖里 看到有人侮辱自己的偶像 将六二一口咬在了她的腿上 结果就被打飞出去 危机时刻 大圣抄起一群竹竿 直接冲上去 可没了法力的大圣 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重新大闹天空的大圣 居然被这个小小妖王 踩在了脚下 你也有今天 不知为何 妖王并没有杀掉他们 而是带着小女孩 回到了岸上 等大圣他们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河水冲到了岸边 将六二恳求大圣 去救小女孩 可没有了法力的大圣 已经失去了勇气 大圣 大圣 我都说了我管不了 被打败的大圣 觉得自己救不了任何人 信仰的崩塌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将六二哭得很伤心 而就在这时 她遇到了两只山腰 于是便跟着他们 来到了妖王的洞府 而此时的妖王 正整个用童男童女 练至仙丹 可是最终 将六二还是被发现了 危机时刻 山腰直接挨了一棍子 原来是师父来了 她一直在寻找将六二 你没事吧 师父 师父两人刚相聚 就直接掉了下去 结果误打误撞 找到了被抓走的 童男童女 并且破坏了妖王的丹炉 妖王怒了 直接吹动法力 瞬间来到了将六二面前 有人叫她起天大圣 有人叫她孙悟空 也有人叫她斗战圣佛 可是现在 她被踩在脚下 被人叫做死猴子 你也有今天 为了洗刷耻辱 大圣一声怒吼 她要打破如来的封印 恢复法力 可无论怎么挣扎 都打不开 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了江流二的声音 在江流二的信中 洗天大圣是最厉害的 可她却因为失去法力 躲在这里 曾经的她 身如玄铁 火眼金睛 长生不老 还会欺世而变 他的一生 无论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 都没有退缩过 可是现在 却被一个小小妖王羞辱 即使没有了法力 那又如何 她依旧还是起天大圣 而另一边 妖王准备杀了江流二 危机时刻 一条神龙出现 击飞了妖王 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迷雾 一道身影 从里面走落出来 是大圣 妖怪 你太想大事了 结果下一秒 却被妖王打毁了原形 大圣发起攻击 却被妖王一掌挡下 没有法力的大圣 根本不是妖王的对手 可无论被打倒多少次 他都会站起来 保护这些孩子 妖王飞跃而起 直接来到了大圣身后 紧接着 施然法力 再次打飞了大圣 看到怎么能打不死对方 妖王怒了 可当妖王再次走向孩子们的时候 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腿 大圣挥起一拳 直接把妖王打落悬崖 可是没想到 妖王没有死 而是现出了真身 随着天狗时日 他法力被增 看到这个巨型妖兽 大家吓得撒腿就跑 妖兽在后面紧追不死 为了保护他们 大圣冲入过去 结果就中了妖兽的全力一击 身受重伤的大圣 被钉在了墙壁上 生死不知 看到这一幕 江流二冲了过去 他要保护大圣 为了引开妖兽 他以身为耳 只为让大圣 获得一线生机 可一见凡人 岂能对抗妖兽 此时的大圣 拼命出向江流二 想要救下他 可是最后 还是慢了一步 大圣再次站起 是在一片废墟中 找到了江流二的布偶 他拼了命的掀开石头 只会找到江流二 终于 他找到了那双小鼠 可以已经为时已晚 大圣悲痛欲绝 一声怒吼之后 大圣拿起玩偶 放在了江流二的手中 还要为他报仇 于是站起身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如来的封印 也在他不虚的意志下 被打破了 曾经的齐天大圣 回来了 只见他容颜为假 归艳成袍 此时的大圣 火眼金睛 他从耳朵里 拿出了如鱼金箍棒 看着不知死活的妖兽 他轻轻一挥 瞬间天崩地裂 妖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电影最后 妖兽被灭 这些孩子终于获救了 我相信 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位齐天大圣 你绝对想不到 势头四人 居然打起了麻将 眼看悟空要护牌 师父却念起了紧箍咒 悟空头痛欲裂 还肯拿砸像牌桌 结果下一秒 师父和两位师弟 居然化作一团烟 变成了三根猴毛 原来这一切 都是他变出来的 其实早在两百年前 祖悟空因为打死了白骨精 被逐出了尸眉 回到水帘洞后 悟空就开始大吃大喝 身材也变成了这般模样 而就在这时 走了一个小猴子 孙武元 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借走 孙悟空的金箍棒 拿回去炫耀 当看到眼前的大胖猴 五元根本是这幕出来 孙悟空只能解释到 我是 美猴王 孙悟空 笑死我了 你是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合体吧 刚才小猴子不相信自己 孙悟空直接掏出了金箍棒 看到这一幕 五元惊呆了 他立刻转变了态度 在五元的死缠在哪下 孙悟空无奈地提出了要求 除非 你留下来当我徒弟 为了得到金箍棒 五元不断答应了 随后 五元跟着孙悟空走进了水帘洞 发现了满屋子的宝贝 这里不仅有怪鹰的宝帘座 就连烧水壶 都是太阳老兄的炼丹炉 在这里 他也看到了船上的金斗云 可如今却严重超载 只能被迫营业 但作为师傅 孙悟空却实际负责 直接教了五元 一招排山倒海 五元见状 也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可却毫无效果 无论的孙悟空 只能教五元 一些基本功 但五元根本不好好学习 甚至跑出去摘桃子 可是没想到 直接摸到了沸沸的屁股上 吃多将下的沸沸 直接从树上掉了下来 就这样 五元被砸晕了过去 沸沸将五元 再次带回了水帘洞 第二天醒来 看到师傅正在练功 没想到 悟空直接将金箍棒 踢到了五元面前 面对重如太山的金箍棒 即使五元用尽全力 也拿不起来 从此之后 五元终于意识到 修炼的重要性 于是 五元开始加倍努力 五元很快就激发出了潜力 不仅可以举起帕帕的师傅 还能轻松躲过 十日花的攻击 看到徒弟十分刻苦 于是孙悟空提出了 最终的考验 只要五元能从自己手中 夺走金箍棒 他就会将金箍棒 送给五元 可无论五元怎样努力 都只差那么一点点 这让他很不甘心 到了晚上 五元好奇的温悟空 为何会离开唐僧 虽然悟空表面不在意 可他的内心 却会想念取经的日子 也会每天牵挂着师傅 跳到床上睡起了觉 看到师傅睡着 妄想得到金箍棒的五元 一时糊涂起了贼心 他不想再努力了 于是趁着孙悟空睡觉 偷偷金箍棒后 直接跑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 突然被一只体型庞大 长相丑陋的怪物 拦住了去路 原来是牛魔王 牛魔王二话不说 直接一招将五元震飞出去 就这样 金箍棒落在了牛魔王手里 五元还想反抗 却被牛魔王一脚踹飞 虽然金箍棒 落到了牛魔王手里 却失去了法力 看到金箍棒不听他的使唤 七七百坏的牛魔王 念起了咒语 将金箍棒封印了起来 看到牛魔王离开的背影 五元一时到自己闯祸了 他无法再面对师傅 于是他找到朋友 打算抢回金箍棒 而另一边 牛魔王带领大军 来到水帘洞叫嚣 刚睡醒的孙悟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二话没说 直接打了起来 前几个回合 牛魔王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被激怒的牛魔王 直接开启了大招 孙悟空见状 想要逃出金箍棒 结果却发现 金箍棒不见了 没了金箍棒的孙悟空 根本不是牛魔王的对手 看到这一幕 牛群一拥而上 将孙悟空死死压住 就在这时 五元冲了上来 想要救下师傅 可他根本不是 牛魔王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趴在地 接着被牛魔王 打飞了出去 好在金斗鱼和沸沸 其实救下了他 五元十分自责 为了弥补过失 五元决定铃而走险 救出师傅 大货全身的牛魔王 将孙悟空关押在 火焰山的牢笼里 直到此刻 孙悟空才明白 事故被妖精抓到时 是多么的无助 而另一边五元等人 偷偷留进火焰山 想要救下孙悟空 可他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守卫发现了 很快 众多守卫就围了上来 五元等人被逼到了悬崖边 危机关头 沸沸及时出现 直接扔出榴莲炮弹 解决众多守卫 结果下一秒 在沸沸的掩护下 五元载着金斗云 成功来到了金箍棒面前 并解开了封印 紧接着 他凭借自己的意志 终于举起了金箍棒 二话没说 直接和牛魔王大战了起来 可实力太过悬殊 没两下 就被牛魔王拍在墙上 并且准备解决掉他 看到这一幕 孙悟空彻底被激怒了 瞬间争取了牢笼 当代了五元身前 但这次他没有出手 而是将金箍棒交给了五元 气息变坏的牛魔王 直接吸取雷电之力 扔出了超大的能量球 随武功见状 直接为五元挡下了攻击 看到这一幕 牛魔王再次蓄力 扔出能量球 五元想要保护师傅 直接冲了上去 下一秒 他瞬间失去了意识 掉进了几千度的岩浆里 在梦境中 五元见到了菩提捞祖 并且被菩提捞祖赐予神力 直接五元回身冒火 散发出了金光 牛魔王眼看情况不妙 他幻化成了雷牛 准备输死一战 可五元丝毫不惧 直接变在金光棒冲了上去 就这样 牛魔王直接被打回了原形 大战过后 五元回到了孙悟空的身边 并且得到了他的认可 你把老牛打得满地找呀 不愧是我美猴王的徒弟 经过这次经历 孙悟空也决定找回师兄弟 回到师父身边 猴子怎么还没回来 猴子马上就回来 主要啊 我是悟空啊 齐天大乘孙悟空 到底从何而来 千百年前 一颗陨石丢了到地球 正好砸在了花果山 巨大的声响 惊动了这个老猴子 于是前去查看 结果发现了一只小猴子 从此之后 老猴子便收养了小猴子 转眼多年过去 小猴子也终于长大 在一次猴王争发赛中 他利用灵活的身法 轻松营压六耳鼻虎拿到头彩 成了信任的猴王 与此同时 老猴子收到一封信 原来是三星洞的招生帖 菩提老祖邀请悟空学习仙术 从悟空不认识菩提老祖 他也不想离开花果山 大家纷纷劝他 花果山现在干旱严重 猴子们根本吃不饱饭 只要学会了仙术 最多让花果山起死回生 变成一片桃园 但悟空非常执着 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就在这天晚上 利家三孔找到老猴子 花果山现在寸草不生 他便很难生存下去 于是他们准备离开这里 去寻找新的栖息地 看到这一幕 悟空这才下定决心 去三星洞学习仙术 然后回来振兴花果山 就在第二天 悟空收拾好行囊 准备出发时 老猴子突然叫住了他 猴王 你想好了吗 耶 悟空像个孩子一样 不进老猴子怀里 老猴子告诉悟空 既然搭上了猴王 就要挑起花果山的重担 让做人更好的生活在这里 最终 悟空见负全村人的希望 离开了花果山 就在他准备上船 前往三星洞时 玄武将他拦了下来 原来上船需要船票 但悟空身不分文 根本拦不出钱 就在这时 他看到帮人按摩能挣钱 于是他也摆起了摊 他们吸引起了牛猫王几人的注意 原来他们也和悟空一样 没钱买船票 于是他们也加入了悟空的队伍 一起经营起了按摩摊 几人各司其职 很快吸引来了不少客户 一天时间下来 他们很快就赚到了船票钱 就在飞船即将开船时 他们也成功上船 可博士没想到 他们几年的身份 原来神仙也非三六九等 而孙悟空在成仙之前 连个下等神仙都不是 毕竟神仙也有传承 比如这只鳄鱼 他老爸是个下等仙 所以他一出生 也是一个下等仙 他们现在乘坐飞船 就如去三星洞学习仙术 改变自己的命运 经过一夜的飞行 他们终于来到了三星洞 就在悟空准备进去时 去阿健自己的洞 留了录取文帖 于是东外龙王将他拒之没外 牛猫王想要帮助悟空 可下一秒 他们也被赶了出来 就在这时 菩提老祖突然出现 原来他早就算到 悟空会弄丢文铁 所以特意前来帮助悟空 菩提老祖挥动浮尘 直接打开了大门 就这样 仅仅成功进入了三星洞 他们也刚一进来 就看见各路神仙修炼法术 没见过世面的悟空 瞬间又看花了眼 第二天 所有同学来到课堂 开始了第一天的学习 菩提老祖也说出了 邀请他们来的目的 原来 天天一直在寻找金光棒的主人 而千万年过去 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三星洞的成立 就是培养金光棒的主人 并且让他们学会 期待完变化 紧接着 菩提老祖念首口诀 一堂金光瞬间出现在身前 他用力一推 金光直接融入云层 下一秒 云层里被跑出了无数骏马 他们也在空中排行一圈后 又全部跑向学堂 菩提老祖大手一挥 骏马又化作一团金光 同学们非非感到神奇 可孙悟空关心的 就是怎么变出桃子 见悟空这样学习低级法术 菩提老祖有些不高兴 于是把他去清理池塘 牛魔王三人为了帮助悟空 也陪他一起清理 突然 池塘里飞出一群小飞鱼 悟空瞬间玩性大发 给小飞鱼没玩了起来 就在这时 龙王瞬间在他们身后 并且手里还握着一条飞鱼 悟空非常记仇 于是准备报复龙王 他找了一个满蜂窝 放在了龙王的书里 等他翻开书时 无数把门全部飞了出来 把龙王盯到狼狈逃窜 作为龙王的侄子 慧是魔王想给叔叔报仇 下一秒 牛魔王直接躺在地上 反而诬陷慧是魔王打人 菩提老祖将几人交到一起 又可以惩罚他们 为了不连累兄弟 悟空一人看下了所有的责罚 没想到 龙王竟然要直接开除悟空 希望菩提老祖发话 念在悟空只是出饭 只是惩罚他举食五百斤 而龙王之所以这么讨厌悟空 是因为 他想为侄子守行障碍 让混世魔王拿到金箍棒 五百年前 龙王因波宇不均 犯下天条 被贬到三星洞当教务长 千年内不得重返东海 为了洗刷这份耻辱 他要让混世魔王拿到金箍棒 供打天庭 重振东海龙族 你绝对想不到 孙悟空第一次上天 竟然是依靠这些豆子 只见他一口气全部吞下 下一秒 庭队竟然映射出五颜六色的仙气 就这样 他直接冲上了云霄 可没过一会儿 他就用尽了仙气 从天上掉了下来 接下来的时间 悟空更加刻苦学习法术 菩提妖祖叫他们分身术 只见他拔出一根毛发 下一秒 竟然出现三个一模一样的人 菩提妖祖传说他们口诀 让同学们自由练习 制作不停地拔出毛发 但一个分身也没变出来 而对面的鳄鱼 却跟着糟了一样 悟空天赋异禀 随便把两根毛 就变出了自己的分身 但分身比悟空更加顽皮 直接把他逗得团团转 悟空想把他们收回 却一表心跟着他们 跑进了书房 分身在书架上捣乱 把所有的树都扔了出去 悟空趁他们不入意 直接把他们收了回来 就在整理书架时 我已经发现百变大法 对于悟空来说 能变出桃子 比这两个法术都重要 此时 狐狸妖祖正好出现在身后 见悟空出的陈皮变桃 于这边把变桃之术 传授给了他 悟空梦念口诀 下一秒 他竟然也变出了桃 反面等菩提老祖说完 他就离开了书房 学会变桃之术的悟空 忍不住在童犬面面前炫耀 床道声惊动了菩提老祖 他把悟空叫到面前 驯使他太过浮躁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 就把他赶出山青洞 悟空也不想再被约束 竟然学会了变桃之术 那他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有了什么意义 于是 他决定回花果山 菩提老祖也对他失去耐心 直接赶走了他 回到花果山后 悟空高兴地跟猴子们团聚 可就在这时 悟空就看不见老猴子的身影 原来老猴子大献已到 已经入土为安 悟空虽然学生归来 但他再也看不见自己的猴爷爷了 一番难过之后 悟空在花果山上 变出了无数的桃树 从此之后 猴子们再也不用来饿了 可悟空就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变出再多的桃子 也换不回老猴子的命 而且终有一天 所有猴子都会死去 于是 他想要学习更强大的法术 让老猴子起死回生 让所有猴子都长生不老 悟空再次回到三星洞 祈求菩提老祖能收留他 可即使跪在地上 菩提老祖也不为所动 为了让悟空再次入学 兄弟们也跪在他身边 希望菩提老祖能够原谅悟空 转眼到了晚上 菩提老祖来到悟空面前 在他头上敲了三下 随后转身离开 悟空心灵神会 夜半三更时 他来到了菩提老祖的房间 悟空直接开门见山 想要学习长生不老之术 菩提老祖告诉他 长生不老是先家最高境界 只有刻骨修炼 突破重重困难 才能达到永生 从此之后 悟空便潜心修炼法术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 终于就到了三星洞的考核时间 而考核的最后赢家 可以拿走三星洞的神器 金箍棒 你绝对想不到 只需要三步 就能拿到三件最强武器 如意金箍棒 首先 穿过眼前所有的石头 然后学会控制天气 最后控制自己的身体 别凋落在地上 一临比试下来 就剩下宁华王和随悟空 争夺最后的胜利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斗起了法 两人使用隐身术 瞬间设置在大家面前 而悟空一不小心 踩到树枝 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看到这一幕 宁华王使用定身术 想要定住悟空 但悟空神法灵活 轻松躲过攻击 可就在这时 悟空脚下一滑 直接挂在了柱子上 牛魔王趁其施展法术 瞬间定住了悟空 就在他以为 自己拿到胜利时 柱子上的悟空 竟然消失不见 下一秒 悟空出现在他身后 直接使用定身术 把牛魔王定在了原地 原来刚才的悟空 只是他的分身 最终悟空取得了胜利 拿下了这场比赛 可没想到 在第二天的颁奖仪式上 悟空竟然抢走金箍棒 直接飞向天空 原来 他不是真正的悟空 而是混世魔王 葡萄雕族想要上前阻止 龙王突然出现在身后 将葡萄雕族打翻在地 紧接着 他实战出法术 将所有人全部打倒 而另一边 悟空打在悟世魔王面前 让他交出金箍棒 和悟世魔王直接一棒子 将悟空打飞出去 紧接着 他飞上天庭 直接打破了南天梅 下一秒 无数的书本飞了出来 原来 这里是悟空知道的幻境 他们其实还在三星弄 悟空变远出分身 摧毁着魔王不周一 直接抢走了金箍棒 随后 他直接把金箍棒变小 放进了耳朵里 另一边 龙王一件事情败露 只能逃回东海 看到这一幕 悟空直接逃出金箍棒 然后用力一砸 还是瞬间一分为二 所有下兵卸件无数藏身 悟空使出分身术 变远出无数分身 双方瞬间打了起来 悟空的这身想要攻击龙王 却被眼前的士兵拦住 紧接着 无数士兵将他压在身下 就在这时 一阵激光出现 金箍棒瞬间变大 将所有士兵全部弹飞 随着悟空一声怒吼 所有士兵全部灰飞烟灭 龙王见状 想要再次逃跑 就被悟空一把拽回了地上 就这样 悟空死死累入龙王的脖子 最终解决了他 可没想到 等他想要收回金箍棒时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悟空回到三星洞 寻命菩提老祖的原因 原来金箍棒是有灵性的 悟空的杀戮之心 让金箍棒不再听他调遣 悟空不明白 难道坏人不应该被杀吗 狐狸老祖告诉他 杀戮不能解决问题 消除敌人的怨恨 才是唯一的办法 为了继续磨练自己 悟空决定留在三星洞 去寻找世间的真理 他是史上最强唐三藏 却因为自己的愚蠢 害死了大徒弟孙悟空 看着悟空的身体 被杨简刺穿 唐三藏正在醒悟过来 从那之后 孙悟空的魂魄 被封印在了南海 可即便如此 他还在担心那个女孩 素一 直到十六年后 唐三藏找到了 封印悟空魂魄魄的地方 并将孙悟空解救出来 唐三藏决定重返彼岸 归还永恒之火 但悟空放不下素一 所以他要先去阴界 找回素一的魂魄 而唐三藏则带着其他徒弟 先行前往彼岸 转眼十六年的时间 永恒之火成功修成人形 变成了挺挺于力的姑娘 小雨 另一边 悟空也成功来到了阴界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刚踏入这里 就被无数的王魂盯上 孙悟空一跃而起 将金箍宝黑脸砸在地上 所有的王魂全目击散 但越来越多的王魂 仿佛不要命一般 飞飞走向孙悟空 就在这时 背后传来一个声音 你是孙悟空吗 他是阴界的一位引路人 专门负责为王魂引路 让王魂顺利登上以往之桥 从而转世投胎 在这阴界里 有无数这样的引路人 他们没有名字 也没有记忆 日复一日的为王魂引路 转眼间 他们很快来到一望之桥 传说只要穿过这座桥 就会洗去前世的所有记忆 火呼间 悟空想起了师父 还有巴念和老杀 以及那个心爱的女孩素姨 悟空十分好奇 为什么引路人不过桥 女孩不知道如何回答 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这里等待着什么 看到这一幕 悟空决定帮助他 找回从前的记忆 看着孙悟空信心满满的背影 女孩的心里 竟然有了一份期待 悟空在一望之桥快速奔跑 想要紧快通过这座桥 可前面仿佛没有镜头 他只能一直向前 突然 一团火焰出现在面前 像是在指引悟空的方向 就这样 悟空跟随着火焰前行 另一边 西行小队也正在前往彼岸 眼看就快来到眼牛宝 这时 一群毒工拦住了他们 西行小队立刻进入战斗状态 与毒工们打斗起来 试图几人越战越勇 将毒工全部打倒在地 但毒工的数量实在太多 而且全都不要命地攻击他们 八戒一不小心 被几只毒工扑倒在地 眼看就快被刺伤 不及时刻 八戒机结束所有灵气 直接变出暴走形态 就在这时 野牛宝的牛丞相 带着野牛士兵前来支援 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 毒风伤亡惨重 只能灰溜溜地逃跑 最终 在牛丞相的护送下 西行小队安全来到野牛宝 老友再次相聚 牛魔王十分高兴 牛魔王摆出宴席 招待唐三藏师徒 而此时 牛魔王并没有看出异样 还把白狼当成了悟空 直到白狼变成了他的样子 唐三藏师才告诉牛魔王 孙悟空被天界杀害 魂魄已经去了阴界 听到好兄弟遇害 牛魔王非常难过 但现在更让他棘手的是 如果他妹妹知道了 肯定会更加难过 因为牛小妹非常喜欢悟空 曾经还差点与悟空结婚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只小牛腰 竟然是孙悟空的儿子 而孙悟空的老婆 竟然是牛魔王的妹妹 牛小妹 原来当年取经路上 试图几人路过野牛宝时 发现一只受伤的野牛 牛角交给唐三藏 就在这时 牛魔王带领野牛士兵正好赶到 在唐三藏手里拿着牛号角 牛魔王误以为 是师徒几人杀害他族人 于是二话不说 直接给他们打了起来 孙悟空与牛魔王 从交外打到了城里 几个回合下来 依然难非胜负 牛魔王大怒 直接使用绝招 无数的金牛 飞便地冲向悟空 然而此时 一颗巨石掉落下来 眼看就快砸到下面的小牛 悟空瞬间闪现 挡在了小牛们的身前 看到这一幕 牛魔王才意识到 自己错怪了别人 从此以后 他们变成了好友 牛魔王还将自己的妹妹 介绍给悟空 但牛小妹从小拥有神力 所有人都害怕她 所以她从小孤僻 也不敢出门 悟空见状 于是耐心地开导她 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 你就是你 管别人怎么看你 为了打开牛小妹的心结 孙悟空带了她游山玩水 在悟空的帮助下 牛小妹渐渐变得开朗起来 但欢乐的时光 总是短暂的 牛小妹得知悟空即将启程 为了留住孙悟空 牛小妹决定与她拜堂成亲 被迫结婚的悟空得知真相后 立即召集失误和失地 赶紧离开了野牛堡 没想到16年后 牛小妹竟然生下了悟空的儿子 然而唐三藏 一眼就识破了牛小妹的骗局 小牛的尾巴根本就是假的 牛小妹实被生气 竟然骗不了他们 那就只能用武力 一过孙悟空现身 原来她跟美不相信 孙悟空已经去了阴界 她觉得孙悟空 只是在故意逃避 无奈之下 西行小队再次选择逃跑 几人躲进镯筐 正在逃过一劫 见牛小妹离开 他们才敢出来 就在这时 牛魔王突然出现 找到了他们 牛魔王知道自己妹妹刁蛮任性 连忙向唐三藏他们道歉 就在这时 风毒皇后突然出现 无数的毒风 再次向野牛妹发动攻击 西行小队也加入战局 但毒风数量太多 他们根本招架不住 牛船像在战斗时 不要因被毒风刺伤 而小雨也一不小心 被毒风给抓走 风毒屡次袭击 让牛魔王忍无可忍 于是他们决定反击 为了救回小雨 西行小队也加入了他们 但毒风潮雪实为隐蔽 他们寻找多年也没找到 就在这时 牛丞相站了出来 原来他是故意被毒风刺中 用自己的血液 能追踪到毒风的潮雪 很快 牛魔王带着所有士兵 前往毒风潮雪 可就在他们进入一个山谷时 无数的毒风再次出现 将他们全部堵在了山谷里 双方二话不说 再次打斗起来 但此时 远离草原的野牛们实力大减 就连牛魔王 也感觉到立不从心 眼看野牛族未在旦夕 突然 角落里亮起一阵金光 牛魔王犹如天神下凡 将毒风全部打倒 原来唐三藏早有准备 见野牛族处于烈士 于是他施展法阵 正向野牛族的法力 风火发现异样 赶紧指挥风群 去阻止唐三藏 所有人非没护震 将唐三藏保护在了身后 就在这时 唐三藏安排白狼 赶紧去毒风老巢就回消雨 法力大增的牛魔王 直接朝风火发动攻击 几个回合下来 牛魔王就控制住了风口 可没想到 牛丞相突然倒个箱下 竟然打伤牛魔王的眼睛 替风物解围 原来牛丞相已经叛变 他故意引导野牛族走入陷阱 趁机除掉牛魔王 自己当上野牛宝的主人 牛魔王十分生气 直接与牛丞相拿了起来 虽然牛魔王被打伤右眼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几个回合下来 牛魔王就制服了牛丞相 就在这时 风物趁机偷袭 将毒雷刺进牛魔王的身体 牛魔王瞬间失去法力 倒在了地上 严谈大局已定 风群立刻斩头攻击牛丞相 将他扎成了蜂窝 原来蜂窝的计划 是将所有野牛族赶尽杀绝 就在这时 愤怒的牛魔王直接站了起来 将蜂窝一把摔在地上 紧接着 牛魔王扔出长枪 直接刺穿了蜂窝的身体 毒霜们瞬间群龙无首 全都落伙而逃 离开了峡谷 至此 野牛族终于赢得了胜利 可没想到 牛魔王因为丰厚的剧毒 竟然堕入了暗魂 而他身上的毒气 也影响了整个野牛族 为了拯救牛魔王 唐三藏再次施法 将牛魔王困在法阵中间 可没想到 暗魂加持的牛魔王 竟然轻松打破了法阵 他一跃而起 疯狂攻击唐三藏 就在这时 白狼及时出现 唤出龙魂困住了牛魔王 可还没坚持一会儿 就被牛魔王强势挣脱 突然 天空闪出一阵青色闪电 白龙马傲雪从天而降 他唤出青色龙魂 与白狼一起控制住了牛魔王 唐三藏见状 直接一跃而起 将到藏心惊 打在了牛魔王的头顶 等金光散去 牛魔王也恢复了理智 可没想到 牛魔王竟然变成了牛小妹 原来牛魔王和牛小妹 竟然是同一个人 至此 野牛族也拿下了这场胜利 这一切 还要从他回到龙族后 被龙人法院审判说起 你绝对想不到 跟随唐三藏 去西天取经的白龙马 傲雪 取经回来后 竟然成了龙族的叛徒 傲雪被绑在龙人法院 等待着龙族的审判 不仅所有龙族都想要除掉他 就连自己的父亲 也对他十分失望 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但这个女人 却对他十分关心 她就是南海龙王的二公主 傲玲 但最终 傲玲还是因被判龙族 最小的时候 傲玲就认识了傲雪 但他从小性能懦弱 经常被哥哥欺负 而父亲也更偏向哥哥 只是把傲玲 当成龙族联姻的工具 但傲雪却鼓励他 不用在意任何人的想法 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一次 他平时也要救出傲雪 傲玲独自来到大牢 寻找傲雪的位置 可没过一回 他就决动了地牢的守卫 趁着打斗时 傲玲偷偷拿到地牢的钥匙 然后趁机逃跑 在地牢寻找傲雪 经过一番努力后 傲玲终于找到了傲雪 他拿起一把斧子 直接劈开了牢笼 而最大的声响 再次吸引了士兵的注意 仰仁二话不说 赶紧跑了出去 严谈外到出口时 没想到出口已经被拦截 傲玲直接被抓了起来 而傲雪也被一拳打翻 晕了过去 最终 他们的淘宝计划失败 而傲雪的急行 也被提前进行 傲雪被绑在绝龙天风 等待加罗罗的降临 没到黎明之时 加罗罗就会现身绝龙天风 被除以急行的龙人 将成为加罗罗的食物 严谈鼠光照到在自己身上 傲雪心里开始恐慌 加罗罗盘旋在半空 寻找到自己的食物 傲雪不想坐以待毙 用尽全身力气 想要挣多束缚 但还是力不从心 无法解开锁链 就在他绝望之时 一把巨斧展开了枷锁 将傲雪解救了出来 原来是傲铃 不顾自己安慰 来到绝龙天风解救傲雪 远人想要赶紧逃离这里 可此时 加罗罗已经发现了他们 无路可退的傲雪 决定拼死一搏 与加罗罗正面对抗 可没想到 傲雪的攻击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严谈就快被踩成肉饼 就在这时 一把巨斧从天而降 打中了加罗罗的眼睛 傲铃奋力一扑 从加罗罗的脚下 救下了傲雪 但下一秒 傲铃就被加罗罗一把抓住 严谈就快被一口吃掉 傲雪突然出现 卡住加罗罗的嘴 他趁机释放出雷电 将加罗罗电晕了过去 远人托人后再次逃跑 此时 傲雪跑在前面 根本没注意身后 等他反应过来时 发现加罗罗抓住了傲铃 将他一口吞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傲雪万念俱灰 加罗罗庞大的身躯 让他感受不到一丝恐惧 而往事的一幕幕 瞬间涌上心头 傲铃的面容 也不断在脑海里浮现 此时 愤怒战胜的恐惧 他要与加罗罗决一死战 即便知道自己毫无胜算 他也要为傲铃报仇 傲铃还给我 几个回合下来 傲雪已经变体鳞伤 没有了还手的力气 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闪没几道闪电 加罗罗仿佛感受到危险 就远全部退散 而傲雪 也在瞬间失去了意识 等他醒过来时 竟然被绑在了烧烤架上 就在这时 一个龙人出现在面前 没想到傲雪 刚从加罗罗嘴里逃生 又成了别人的食物 瞬间浮现在老龙的脑海里 当龙人看到 唐三大带的他们悉行取火 他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下一秒 龙人直接把傲雪放回了地上 紧接着 他利用自己的真援 将傲雪救了回来 等傲雪醒来后 龙人介绍起了自己 没想到眼前这只老龙 竟然是龙族的祖先 古龙那家 他是龙族记载中 唯一战胜过加罗罗 万种无意中的龙 而他救傲雪的原因 是为了拿到永恒之火 那家亲自传功 就在这时 那家竟然拿出凹灵的魂魄 如果傲雪不听话 他就吃掉凹灵 让他魂飞魄散 为了解救凹灵 傲雪只能再次找到唐三藏 加入他们悉行之路 但这一次 他的目的是强奴永恒之火 用他来化回凹灵的魂魄 而傲雪最终 能够拿到永恒之火 孙悟空又能够穿过一望之桥 再次加入悉行小队 他是天界中最强天神 但日如来 曾经一朝大日如来印 将孙悟空打回原形 压在了五指山下 但现在 他却成了天界的叛徒 还被地势天追捕 转眼十六年的时间 地势天终于找到了 如来的藏身之处 他安排两大天王 去极北之地消灭如来 两人来到极北之地后 却找不到如来的身影 广目天王大怒 肆意地破坏了周围的一切 就在这时 持过天王煽动手中扇子 一坐冰层拔地而起 最终 持过天王在一块冰雕里 找到了如来 突然 冰雕出现无数裂痕 如来破冰而出 与此同时 广目天王也找到如来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持过天王不敢懈怠 直接变身战斗状态 紧接着 广目天王也祭出轰雷战补 两大天王合力攻击 打得如来节节败退 等烟雾散去 如来竟然坐在地上 打起了瞌睡 面对两大天王的攻击 如来不敢大意 直接使出自己的绝招 广目天王发动攻击 冲到了如来的面前 眼看就快打中如来 突然 无数的兵柱破土而出 将用力全力挣脱 然后再次发动攻击 如来侧身化解 将使过天王甩飞出去 就在这时 广目天王趁机偷袭 向如来发射雷电 幸好如来身法灵活 轻声躲过了攻击 让大天王连手发难 一个近身肉搏 一个远程攻击 如来拼尽全力解围 紧接着 如来绕到广目天王身后 一拳将他打飞出去 广目天王被彻底激怒 直接使出自己的绝招 所有雷电汇聚在一起 召唤出了聚灵罗汉 还狠地朝如来砸去 面对广目天王的全力一击 如来只能寄出法印 硬生生扛住攻击 就在这时 持过天王再次发难 他寄出焚天之印 朝如来冲了过去 没想到 持过天王这一击 竟然打中了广目天王 下一秒 距离罗汉也随风飘散 对不起了广目天王 原来持过天王早已发现 帝射天堕入了暗魂 所以他才帮如来解围 持过天王让他去阿修罗国 找到三百年前 帝射天丢失的正义之剑 这样就能驱散帝射天的暗魂 最终持过天王放走了如来 但他自己也被帝射天关进了福牢 另一边 如来逃走后 来到了花果山 因为今天 正是孙悟空转世重生之日 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只小猴子 竟然是齐天大乡孙悟空 而重生之后的悟空 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就在这时 前世的记忆全部浮现出来 趁着记忆没有完全消散 孙悟空直接一口 将记忆全部吸了进去 这一幕 正好被白燃看见 白燃二话不说 直接朝悟空发动了攻击 重生后的孙悟空 虽然身形变小 但是动作也更加灵活 几个回合下来 白燃就被打倒在地 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 原来白燃 从事孙悟空身边的一只小猴子 但孙悟空跟随唐山葬 去西天取经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白燃堕入了暗魂 花果山也没有了生机 孙悟空大怒 直接换出大猿魂 对着白燃一对暴揍 然后一把将他甩飞了出去 孙悟空发泄完之后 也慢慢冷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 如来出现在他身后 孙悟空好久不见 如来三言两语 就把孙悟空说服 跟他一起前往阿修罗国 而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找回帝斯天的正义之鉴 两人走在街上 引起了阿修罗人的注意 就在这时 阿修罗都是拦住了他们 如来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申请议会 挑战他们所有阿修罗斗士 首先上场的是三级斗士白狗 没想到他告一上场 就气焰嚣张地绕场一周 瞬间倒在了地上 正当如来准备迎接 下一位选手时 白狗一跃而起 朝如来发动突然袭击 如来也没想到 白狗遭受重击还能作战 三等阿修罗斗士 竟有如此战略 白狗再次发动攻击 但还是被如来轻松化解 紧接着如来找准时机 再次回动重拳 将他打飞了出去 白狗怒了 直接开启斗魂状态 身体瞬间暴涨 全身也变成了红色 斗魂状态下的白狗 攻击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竟然把如来打得节节败退 但如来毕竟是最强天神 区区一个阿修罗三等斗士 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如来再次找准机会 一拳就结束了挑战 另一边 孙悟空趁着如来挑战时 偷偷跑进了一技 原来如来 是在吸引阿修罗都是注意 给孙悟空创造机会 寻找正义之剑 追着孙悟空会要拿到剑时 一把大刀突然从天而降 原来是阿修罗的国王罗侯 罗侯告诉悟空 想要拿走正义之剑 必须要拿到自己身上的头骨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开始战斗 悟空的全力一击 被罗侯正面接住 几个回合下来 两人并没分出胜负 悟空再次上前 却被罗侯拦腰斩断 下一秒 悟空竟然一分为二 然后又变出无数的分身 孙悟空甩出所有金箍棒 将罗侯困在了中间 罗侯一跃而起挣脱束缚 随后原地刮起一阵旋风 将悟空的全部飞身击散 就在这时 一根巨大的金箍棒 从烟雾里飞了出来 将罗侯击退数百米 最终将他定在了墙上 正当悟空以为 自己已经拿下胜利时 突然 悟空感觉自己的手指 被什么东西划破 紧接着 大地开始颤动 罗侯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斗魂 将孙悟空逼得连连后退 下一秒 悟空直接祭出大元魂 与罗侯正面硬钢 罗侯一跃而起 发射出无形刀锋 将孙悟空打飞出去 罗侯乘胜追击 直接斩杀了大元魂 可没想到 孙悟空竟然频繃消失 躲过了致命一击 下一秒 孙悟空竟然变小 拿走了罗侯腰上的头骨 而罗侯也信守承诺 没有再为难他 最终 孙悟空成目拿到正义之剑 而另一边 如来给他议会接受挑战 就在这时 罗侯突然出现 阻止了这场挑战 罗侯揭穿了他没偷电的事实 虽然没有为难孙悟空 但如来 却被罗侯关了起来 无奈之下 如来用小人传话 让他去天剑 把正义之剑交给沙欣 而此时的天剑 即将面临一场巨大浩劫 他是天剑最强战神 三眼神将 但如今 却被无限成暗魂 被沙欣关于亲自逮捕 面对赤裸裸的无限 三眼神将十分生气 掩盖一场战斗一触即发 但下一秒 沙欣利用花败传音 最终 三眼神将束手就擒 被关了起来 就在昨晚 沙欣发现暗魂气息 于是他站在最高处 寻找暗魂的位置 没过一会儿 他就找到了暗魂 这行动被发现 暗魂也不再逃避 直接跟沙欣打了起来 沙欣身法灵活 轻松躲过暗魂的攻击 紧接着 沙欣直接一脚 将暗魂踩在了脚下 可没想到 暗魂突然把挖出强大力量 将沙欣震飞了出去 暗魂乘胜追击 释放出无数利刃 眼看就快击中沙欣 见到这一幕 暗魂慌了 可没等他反应过来 佛手就将他打飞出去 暗魂再次发动攻击 朝沙欣打了过去 一阵烟雾瞬间笼到天风 等烟雾散去 暗魂也消失不见 沙欣追踪着暗魂气息 竟然来到了三眼神将的宫殿 但此时 三眼神将并不在家 沙欣在一个柜子里 发现了被害的宫女 就在这时 一名宫女找到沙欣 原来是第四天召见她 第四天告诉沙欣 暗魂已经深入到天界 为了肃清所有暗魂 第四天命令沙欣 一切有暗魂嫌疑的天神 全部都要抓进浮牢 就这样 天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到神将金刚 瞎着宫女士兵 无数天神都被沙欣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 孙悟空也正好来到天界 另一边 第四天来到浮牢 找到齿果天王 他不太隐藏自己 直接释放出暗魂力量 将齿果天王外面穿新 紧接着 第四天发射出致命一击 危机时刻 金箍棒突然出现 替齿果天王挡下了攻击 而孙悟空 已经站在了第四天身后 第四天二话不说 直接发射出飞箭 朝孙悟空打了过去 就在第四天 专心攻击悟空时 齿果天王慢慢走了过来 然后他直接一拳 将第四天打飞了出去 可下一秒 齿果天王就倒在了地上 孙悟空赶紧过去 带着齿果天王离开了扶牢 他将齿果天王 安顿在屋檐之上 紧接着 孙悟空吸引所有天神的注意 他要一雪前耻 再次弹到天宫 他一跃而起 飞向了天上的战船 将所有天兵打得落花流水 整个天宫被他搅得天翻地覆 四大金刚一起联手 也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悟空再次击出大元魂 将所有天神全部击飞 就在这时 果木天王从天而降 他使用自己的绝招 将孙悟空击退 紧接着 八大金刚一拥而上 助人纷纷使用绝招 全力攻击孙悟空 下一秒 可没想到 第四天竟然直接摊牌 他要重组天界 让暗魂替代所有天神 与此同时 所有爱魂也不在隐藏 大幼大摆出现在天界 就连皮杀没天王 也已经堕入了爱魂 第四天却说杀星 跟他一起堕入爱魂 但杀星心存正义 不愿与爱魂为伍 而他这样的做法 也得到了许多天神的支持 而此时 天方星站了出来 他要除掉杀星 踢在他天神的位置 眼看就快击中杀星 突然 一道惊波闪过 直接将天方星打飞了出去 没想到 孙悟空竟然再次出现 原来孙悟空来到天界后 立刻就折到了杀星 他拿出正义之剑后 杀星就安排了这场戏 目的就是引出所有的暗魂 如今黑白已分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 天空闪出一阵金光 一条黄金大道出现在眼前 三眼神将竟然回到了天空 不仅如此 所有被囚禁的天神 全都从黄金大道冲了出来 而这一切 都是杀星的精心安排 现在 只要把正义之剑 插进玉须殿的最高处 就能彻底瓦解暗魂 孙悟空拿着剑 飞快地冲向玉须殿 看到这一幕 暗魂飞飞上前阻拦 而天神们也群体上阵 替孙悟空扫清所有障碍 最终 孙悟空成功把剑 插进了玉须殿的顶端 这时 一阵金光直上云霄 击退了所有爱魂 而正义的第四天 也在光影中显露真身 光芒赋予天神力量 所有人都伤势复原 真正的大战 这才正式开始 剑形势不妙 暗影第四天 不得不退出战场 此时 他们唯一扭软局面的方法 就是去三尊殿 唤醒爱魂之主 原始遇尊 另一边 随悟空战斗时 感受到一丝不好的预感 原来是唐三藏这边 遇上了史上最强敌人 古龙那家 这是唐三藏师徒 遇到过最强大的敌人 师徒几人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白龙马熬血 直接被斩断了手臂 他就是龙族的祖先 古龙那家 整个故事 还要从他们进入撕裂大地 开始说起 就在不久前 师徒几人正在休息 突然 无数的妖怪 飞飞朝他们走来 吸血小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跟妖怪没打得起来 可没想到 欧雪竟然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抓走了永恒之火小羽 紧接着 欧雪来到一片空地 召唤了古龙那家 原来欧雪这么做 是为了用小羽 挂归老林的魂魄 眼看小羽 被那家一点点吃掉 没想到 那家竟然吃了一嘴杀 而小羽也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唐三藏突然走了出来 她也终于知道 欧雪抓走小羽的原因 面对唐三藏的戏耍 欧雪十分生气 眼看就快救出豪灵 却抓到唐三藏的阻碍 欧雪二话不说 直接跟唐三藏打了起来 就在两人打斗时 突然 一股风沙袭来 老沙困住了古龙那家 但这龙雕虫小记 又怎能困住古龙那家 下一秒 老沙直接被安在地上摩擦 八戒见状 直接一跃而起 替老沙解围 可没想到 他反而被那家扔了出去 试图几人连手进攻 闯古龙那家打了过去 但在绝对实力面前 几人的攻击根本无济于事 他们再次被那家打飞出去 就在这时 唐三藏找准机会 直接近身抱住那家 老沙和八戒 想要趁机拿走保龙的魂魄 却被那家的垫底震飞 看着师兄弟们 一个个为了自己倒下 欧雪再也忍不了 他直接上前 一拳就打飞了那家 紧接着 老沙变幻出锁链 将那家捆了起来 八戒将锁链往在巨石上 然后把那家 扔下了五顶深渊 而唐三藏也帮凹雪 拿到了凹铃的魂魄 可还没来得及高兴 五顶深渊闪出一阵雷电 没想到古龙那家 竟然从五顶深渊冲了出来 他彻底怒了 直接爆发出强大力量 无数的烈焰从天而降 摧毁着周围的一切 八戒一跃而起 又九尺钉盘还得砸了下去 紧接着 敖雪寄出龙魂 控制住了那家 唐三藏使出爱魂退散拳 把那家当成沙包 然后一拳把他打飞了出去 正当所有人以为 他们已经打败大家时 突然 一条龙魂冲了出来 直接咬断了敖雪的手臂 敖雪瞬间倒在地上 为了给敖雪报仇 试图几人不对反进 直接跟古龙那家批命 而敖雪在恍惚间 竟然看见了天羽兽 天羽兽鼓励敖雪 没有过不去的困难 就算是死 也要跟朋友一起 战斗到最后一刻 下一秒 尔雪凭借着一致站了起来 紧接着 他把挖出一股精神的力量 直接将古龙那家打飞出去 面对那家强大的攻击 尔雪竟然单手化解 尔雪再次发力 竟然换出了黄金龙魂 他与天羽兽的龙魂合二为一 打得那家节节败退 最终 尔雪用一只手 牢牢地锁住了那家 然后他纵身一跃 带着那家 一起跳进了无定深渊 看到这一幕 唐三藏彻底失去理智 他也跳下了无定深渊 八戒狠老杀 也跟着跳了下去 悉行小队 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孙悟空又能否成功归队 你绝对没有见过 这样的齐天大圣 双眼冒着黑气 宛如魔神降世 更诡异的是 还有一个黑衣魔女 从悟空体内沾了出来 让他杀死自己的师父 就在不久前 唐生正在吃着麻辣烫 悟空突然从天而降 看见他入魔的样子 唐生被吓了一跳 看见悟空要打自己 唐生直接喷出一口汤 顿时辣得悟空真不开眼 趁此机会 唐生把腿就跑 而悟空却靠着嗅觉 找到了师父的踪影 随后悟空拿着金箍棒 对着交将一顿乱砸 好在唐生身法灵活 这才躲过了所有攻击 就这样 唐生从白天 一直逃到了晚上 他悲于自己安全了 却没想到 情况突然出现一个怪物 眼泪就要被吞进去 危机时刻 悟空及时赶到 一棒下去 直接将怪物击碎 可下一秒 怪物再次快速组合 又向着师父二人袭来 擦当间 两人被吞进了一空间 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三个怨灵 他们分别是蜘蛛精 白骨精以及牛魔王 见此情景 悟空只将甩出金箍棒 仅仅只用了三棒 就让三只怨灵 打得魂飞魄散 本以为危机解除了 却没想到 悟空体内的黑气 竟然化化成了一个魔女 他蛊惑了悟空 让他杀掉自己的师父 此时的悟空痛苦不已 他想摆脱魔女的控制 可他却怎么都做不到 悟空要撑住 随着一声怒吼 悟空将胸口的黑雾 直接掏了出来 凭到最后一丝神智 压制了魔女对他的控制 紧接着 唐僧也念起了真经 瞬间抽身散发出金光 暂时挡住了众多怨灵 为了摆脱魔女的控制 悟空使出了最强一招 直接召唤出了石猴真身 暂时将魔女封印了起来 为了弄清楚魔女是谁 悟空打开了石宫隧道 直接穿越到了三百年前 当两个悟空和体后 悟空立马用法力 让师父明白了事情经过 走着三百年后 自己可能死去 这下的唐僧把腿就跑 结果一不小心 石头二人闯进一处秘境 而秘境里面 还躺着一位绝世美女 看清女孩的面貌后 悟空立马就认出了 她就是那个女魔头 可如今的她 却没有一点煞气 就像一个小仙女一般 为了弄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悟空只好上前搭讪 结果却被女孩 用电脑给电晕了 女孩名叫宝儿 她最喜欢有毛的生物 而悟空是她见过最旺盛的人 仅仅只是一眼 宝儿就挨上了悟空 她开心的仰天怒吼 无数烟花人地生起 通过交谈得知 宝儿是天人界之人 她有个心想事成的能力 只要是心中所想 都将会变成现实 为了调查宝儿 为何会变成女魔头 悟空把她留在了身边 这天 一群山贼突然出现 他们手拿砍刀来是汹汹 看到一群凡人山贼 悟空只是微微一笑 光准没拔出金箍棒 就这样 金箍棒被卡在了耳朵里 而大鸣警顶的齐天大圣 也被一群凡人暴斗了一顿 随后 几人被绑了起来 看到山贼要拿宝儿开刀 悟空舍身挡了上去 就因宝儿的一句话 旅首直接拼射而出 仙夜更是如同喷天一样 看着悟空晕倒过去 宝儿彻底废怒了 他直接震台绳子 猪神晒发着浓浓的黑气 仅仅只用了一击 就把山贼被打得魂飞魄散 到了晚上 他们来到一家客战休息 可奇怪的是 宝儿竟然忘记了 白天发生的事情 我只记得那帮土匪 伤害孙悟空 后面发生什么 面对宝儿的失忆 唐生也很懵逼 但此时的他 只想离宝儿远一点 他害怕宝儿再次发疯 自己就会像山贼那样 所以连他都不剩 随后 唐生找到悟空 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 可悟空也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激烈的灯笼全目熄灭 就连屋内也变得银身无比 火眼睛睛一开 悟空闹吸一口凉气 放眼望去 屋内竟然全是恶灵 看到这一幕 悟空立马逃出进步棒 和恶灵妹打了起来 而唐生 本想带着宝儿逃跑 却被一群恶灵拦住 下一秒 段灵妹就疯狂的 三点了宝儿的身体 随着哀嚎声响起 宝儿全身布满了黑气 紧接着 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一把瞎住了唐生的脖子 看到这一幕 悟空没养一半麾下 但最终还是心软了 他实在不忍心伤害宝儿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光辉袭来 瞬间消灭了所有恶灵 并把悟空几人 带到了天人界 随后 一个神秘男人 出现在了悟空面前 他告诉悟空 自己是天人界的老祖 而宝儿 则是天地间第一个怨灵 所有的怨气都由他而生 天人界不愿杀生 于是便给予宝儿 信仰适成的能力 想以此压制怨气的成长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怨气已经压制不住了 最多三百年 宝儿就会变成魔女 而如今想要解救宝儿 只能取有他的红尘心 没了红尘心后 宝儿就会无爱无恨 忘掉世间的一切 这样他就不会产生怨气了 虽然悟空万般不舍 但为了失误和天下苍生 悟空也只能这么做 随后 悟空找到醒来的宝儿 为他是否有什么愿望 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要嫁给悟空 面对宝儿的愿望 如今的悟空 也只能给他短暂的幸福 随后 他抱起宝儿飞到天上 在一阵红光闪过 远人换上了一身红衣 在这一刻 宝儿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 看着怀里熟睡的宝儿 悟空伤心的流下了眼泪 最终 他还是驱走了宝儿的心 可让悟空没想到的是 宝儿不但没有忘掉过去 反而让天地间所有怨灵 更快的占据了他的身体 直到这一刻 悟空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天人老祖的诡计 他就是想利用悟空 彻底破开宝儿的封印 以此来祸害天下苍生 而此时的宝儿 已经彻底黑化了 他害悟空骗了自己 想要杀掉他暴除血恨 可如今的悟空 在了解事情真相后 再也不忍心伤害宝儿 于是他抱住宝儿 吸走了他体面所有的怨气 他想用自己的命 化回宝儿的清醒 随着一阵经过闪过 时间回到了三百年后 此时的悟空 露出了一丝苦笑 他请求宝儿杀了自己 这样怨气就会彻底消失 可清醒后的宝儿 哪还使得伤害悟空 但为了天下苍生 悟空还是决定 接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看着死去的悟空 宝儿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就在这时 佛祖突然出现了 由于悟空牺牲自己 拯救了天下苍生 佛祖赐予了悟空重生 而当悟空再次归来时 他已然成为了 真正的斗战圣佛 所谓的斗战圣佛 不是打败了谁 而是打败了自己 打败了自己的贪嗔痴 从此脱胎换补 便能立地成佛 一只大猩猩从天而降 他发出惊天的咆哮 吓得女孩 躲进了侯哥的怀里 就在大猩猩还养攻击时 女孩却拿出一根香蕉 瞬间就制服了大猩猩 而这个女孩名叫阿姨 就在不久前 她的父母被龙奈子所杀 阿姨为了讨回公道 独自来到了五指山 准备找齐天大圣帮忙 想让他带自己去天空告狱状 可谁知刚到五指山下 就碰到了几只小妖 看到这一幕 阿姨吓得慌忙逃跑 结果一不小心 直接划破了手掌 血液意外滴到了金莲上 下一秒 地面开始崩塌 阿姨和小妖们 也掉进了深渊里 看着女孩被摔晕 猪妖就想要吃了她 可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女妖被想上前查看 结果却触发了封印 瞬间被烧得魂飞破散 下一秒 一个身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她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看到这一幕 小妖们瞬间懵逼了 立马跪在地上磕头认错 可就在这时 小妖们发现 猴哥被锁链锁住了 根本走不出封印台 见此情景 她们变得大胆起来 开始无情嘲笑起猴哥 我终于找到你的齐天大圣 看到女孩苏醒 表着小妖准备吃了她 看着小妖向自己走来 阿姨被吓坏了 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而阿姨受伤的手掌 帮忙碰到了地面上 瞬间一道金光 骑向了封印台 下一秒 金光破除了封印 让猴哥正开了锁链 看到小妖扑向女孩 猴哥直接甩出锁链 瞬间击飞了两个小妖 而此时的山洞 突然开始蹬她 猴哥见状 立马带着阿姨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 猴哥逃出五指山的事情 传到了龙袋子的耳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 龙袋子露出了阴狠的表情 他终于等到了报处的机会 原来 在猴哥大闹颠覆之后 天庭就降对于龙族 怪他们没有看过好神器 直接剔除了龙族的先级 让龙族勇士位列先般之下 因此 龙袋子对猴哥 一直怀恨在心 为了彻底解决妖猴 龙袋子来到了天庭 他想要借走法器御魂 可得知龙袋子的来意后 看守法器的仙人 直接拒绝了他 生生死保过于邪恶 能够控制人的心智 已经被佛祖封印了 没有天庭的许可 你也没资格抓他呀 替我此言 龙袋子瞬间怒了 直接杀掉了仙人 并将此时嫁祸给了猴哥 而另一边的猴哥 在逃出五指山后 便想要和阿一分道扬镳 但阿一却不愿意 他一直缠着猴哥 想让他带自己去天空 可如今的猴哥 法律被如来给封印了 根本上不了天庭 无奈之下 猴哥只好先把阿一 留待了身边 随后 他们来到了牛途山 猴哥本想找牛魔王 再闹一次天空 可谁知刚到地方 就看见胡子仙人 正在屠杀无辜的妖民 看到这一幕 猴哥瞬间怒了 不想上前阻拦 就被身后的牛魔王 一拳给打晕了 当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来到了牛魔王的家里 猴哥想邀请牛魔王 再跟他闹一次天庭 可牛魔王却怂了 他马上就要当天了 现在只养过安领的日子 并且还却说猴哥 不要跟天庭作对 可猴哥根本听不进去 见此情景 牛魔王瞬间翻脸 直接动起手来 而法力被封的猴哥 根本不是牛魔王的对手 他只好带了阿一离开 可把走出房间 就被铁山盟主拦住了去路 猴哥之所以恨猴哥 那是因为几百年前 猴哥为了一解私欲 不顾兄弟和妖民的劝阻 直接大到了天宫 在猴哥战败后 天庭就先怒与妖剑 弄得妖剑迷不聊生 所以妖民们 都把猴哥当成了罪人 看着猴哥向自己袭来 猴哥只能不断地躲避 凭借洗五多年的身法 成功击退了小妖们 看到这一幕 牛魔王甩出斧头 直接击倒了猴哥 就在牛魔王想要劈猴哥时 阿一却拦住了他 不止其他大伤 他不是什么大伤 他是 看到阿一如此维护自己 猴哥时没感动 趁着牛魔王愣神之际 猴哥立马大的阿一 逃离了这里 随后 猴哥带着阿一 来到了花果山 他准备拿走自己的金箍棒 可帮到地方 就被大猩猩拦住去路 看着眼前的大家伙 猴哥开心坏了 这可是他养的宠物 本以为猩猩还认识自己 却没想到 猩猩早已忘记了他 一拳就打飞了猴哥 好歹阿一及时出手 仅用一杯香蕉 就搞定了大猩猩 随后 仰人来到了水莲洞 在里面找到了金箍棒 就在猴哥想拿起金箍棒时 看他的事情发生了 无论他怎么用力 金箍棒始终拔不出来 就在这时 二哥叫魔王出现了 他已经投靠了龙太子 此次前来 就是奉定捉拿猴哥 看着阿一被打飞 猴哥瞬间怒了 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却被焦魔王绑了起来 就在这时 阿一受伤的手掌 再次流出了血液 并飘向了一旁的金箍棒 一瞬间 金箍棒的封印被解除了 直接飞到了主人的手中 在金箍棒的加持下 焦魔王根本不是对手 他只好逃离了这里 随后 焦魔王来到龙宫 把刚才的事情说了出来 在得知阿一的血 可以破解封印后 他立马让焦魔王 把阿一给抓回来 而另一边的猴哥 再拿回金箍棒后 立马就回到了牛头山 他打顿了胡的仙人 帮妖民脱离了苦海 并号到妖民加入自己 他准备带领妖族 再次攻打天庭 老孙回来了 七天大夜 猴哥一番激昂的演讲 瞬间征服了所有妖民 非为加入了反趟大军 而牛魔王 因为铁扇崩主怀孕 并没有加入反抗军 在之后的几天 猴哥横扫了所有妖村 击退了住手的仙人 夺回了属于他们的领地 这天 妖兵们抓到了 残害妖族的胡的仙人 就在猴哥准备杀掉他时 阿姨却阻止了猴哥 你杀了他 你都被他含糊 无奈之下 猴哥放走了胡的仙人 但因此 猴哥也赶走了阿姨 伤心的阿姨 哭着离开了这里 可在半路上 正巧碰到了焦魔王 就这样 阿姨被抓回了龙宫 看到阿姨后 龙带子并用他的血 解开了运魂的封印 并通过时空船送门 把运魂带在了猴哥的头上 一瞬间 猴哥的思想就不受控制 他直接拿起金箍棒 砸下了一旁的妖民 既把猴哥极力控制 但他根本停不下来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杀死了所有妖民 就连他的宠物猩猩 也被金箍棒打死了 就在这时 龙带子走了过来 他抢走了金箍棒 就在他准备解决猴哥时 芭蕉战突然扇了过来 直接将龙带子扇飞 而运魂也随之断裂 而被救走的猴哥 终于感到了后悔 如果不是自己的狂傲 那些妖民妹也不会死 他告别了牛魔王 若冒着走在大街上 如同行尸走路一般 可就在这时 猴哥碰到了一个人 他正是之前的胡子仙人 他告诉猴哥 阿姨被龙带子抓了 得到这个消息后 猴哥担心阿姨有危险 于是立马拿走了 说书人的道具金箍棒 准备去龙公解救阿姨 而另一边 叫猴王早就看龙带子不顺眼 于是就想救阿姨出去 结果却被龙带子发现 直接把他也关了起来 你怎么眼睛来了 好在地牢过于脆弱 焦魔王一掌就打开了牢门 与此同时 猴哥已经来到了龙宫 可没有了金箍棒的加持 他根本是龙带子的对手 直接被暴打了一顿 就在龙带子想杀掉猴哥时 焦魔王及时出现 成功救下了猴哥 可焦魔王也不是龙带子的对手 转眼就被打倒在地 紧接着 龙带子抓起猴哥 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打 随后 龙带子甩出三叉戟 直接朝了阿依斯去 猴哥见状 立马狂追而去 可还是慢了一步 最终 阿依斯在了猴哥的面前 就在猴哥伤心欲绝时 阿依受伤的手掌 再次涌出一道血 成功解开了猴哥的封印 下一秒 猴哥出身散发的金光 龙带子还想偷袭猴哥 却没想到 在他也碰到猴哥的瞬间 直接碎成了渣渣 随地猴哥召唤来金箍棒 直接一棒击飞了龙带子 随后 金箍棒不断伸长 直接冲破了云霄 最终抵达了南天门 可就在这时 龙带子又出现了 见此情景 猴哥直接冲天而起 骑到了龙带子的头上 对了他就是一顿乱锤 就在猴哥想要打死他时 突然想起了阿依说过的话 就这样 猴哥放下了杀伤的想法 就在这时 如来佛祖出现了 他告诉猴哥 阿依来到他的身旁 其实是为了 换解他心中的仇恨 若是执迷于复仇 心中罪业难消 你当回归五指山 继续修行 话音刚落 阿依便画着花瓣 飘向了人间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一百年过去了 这天 一个和尚掉进了五指山 他正是阿依的转世 而这一世 他叫唐三藏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